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波音公司CEO米伦伯格 就两起波音737 MAX 8型飞机坠机事故 向遇难家属道歉 他也承认该型号飞机存在着系统的故障 米伦伯格正在波音公司的机库中 录制了一段视频 他表示 根据哀航事故的初步调查报告 很明显 737 MAX 8的MCAS机动系统 导致了两起致命的空难 在两起事件中 飞机的MCAS系统 为了回应错误的引脚信息而启动 俄罗斯RT报道 MCAC系统通过安装在机头上的传感器 读取了737 MAX的引脚数据 如果机头向上飘移的太远 系统会操纵机尾来保持飞机水平 避免失速 但是调查人员表示 传感器可能会产生错误的读数 系统可能会过度补偿 导致飞机俯冲 4日 爱航公部初步调查报告称 飞行员反复执行了波音提供的程序 但还是无法控制飞机 爱萨俄比亚交通部长表示 飞机在起飞之后立即遭遇俯冲 今年3月份 爱航的该型号飞机坠毁造成150人遇难 去年10月 施航一家该型号飞机坠毁造成189人遇难 60 على大博传媒 f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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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